最想要放棄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新聞台打電話給我說 欸我發現這個行星子也想要採訪 民工在這邊 七剎作敏對公只會天賦 這是七剎草斗哥 神商版郭台銘欄 就我們的學位上面來看 你這是標準創業新聞台 我要不要創公司的那個抉擇點就在這裡出現 我可以自己一個人做得很好 就繼續做 對 反正吃得飽就好了 還是我要去寫一張更藍的考卷 可是它卻可以這樣子分析是別的更大更好 標準教科書的盤 它本身有這樣的條件 然後運線走到對的地方 自然而然 綠點衝過來 你就會發了 大家好 又來到我跟方談 風水上面有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 它是利用你自己的生活習慣 利用環境中間 帶給你的生活影響 然後影響你的心理 然後調整你的心理狀況 自然而然你運勢就會變好 那倒過來說 表示說整理的環境的時候呢 其實就會順便整理你的心情 在生活中間的每分每一秒 打理得很好的時候呢 自然而然 你的生活就會越來越好 大哥老師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整理你的房間 又整理你的心得 整理師Blair 看我們節目就知道 我是劇本心做命嘛 這種就是喜歡收東西啊 這就是我的情感啊 你怎麼可以這樣把它拿去丟掉 所以我們剛剛在聊的時候 你知道我知道說 對呢 其實那就是一個整理自己回憶情緒 還有心理的一個過程 但大家比較好奇的是啊 那個怎麼會走入這一行 然後怎麼會學會這些東西 我通常我就對聚家美學啊 然後各種雜誌 行路或者是賣家具的都非常有感覺 直到高中的時候啊 我在架上看到一本書叫《斷舍禮》 然後才發現 欸有一個職業叫雜物諮詢師 他就是專門到你的家裡面 幫你把雜物丟掉的工作 我就突然對這個東西產生了莫大的興趣 然後突然發現 喔原來我喜歡做的事情 在別的國家會是一個職業 他可以拿著賺錢耶 嗯 他就像一顆粽子一樣 埋在我的心裡面 可是我其實我出社會第一份工作 我是當上班族 我那時候在廣告網上公司上班 嗯 那很有趣的事情是 我們老闆他是一個非常open mind的人 嗯 他也會提供我們員工就說 我們每個月買書的錢可以報仗 嗯 他就發現你怎麼都在買斷舍禮 極簡生活 居家美學 整理收納 這類相關的書 他就很好奇問我說 你一直在看斷舍禮 那個是什麼啊 嗯 我就開始跟他介紹 這是一種清理雜物的方法 然後這在日本有專門的人在做 我好上網喔 然後他就說 嗯 那如果是的話 你有沒有興趣做做看 嗯 他就像一個燈泡點燃我 就突然覺得 欸對耶 如果我有興趣的話 我是不是也可以嘗試看看 你的老闆是你的貴人欸 他真的是超級貴人 他鼓勵我用假日的時間去兼職 所以我那時候就問了周遭的親房好友 欸房間需不需要整理 我可以去幫忙你喔 然後來開始練自己的手感 那也是在這個時候發現 喔原來興趣跟專業中間 其實是有一段落差的 嗯 所以我後來也有去上課進修 後來怎麼會想說要把它出成課程 那主要是也很多人覺得 欸我也有這個興趣 或是我很會做這件事情 那我可不可以變成職業的人 嗯 所以我開始出了培訓課 就是把我的經驗分享給別人 告訴他們說 喔你如果一般人只想整理自己家 你可以怎麼做 但是當你要整理別人家的時候 你又可以怎麼做 嗯 所以我之前有了實體的培訓課 然後開了一期兩期三期 然後到後來發現 欸這個需求其實很大 然後就在我的我那時候又剛好有個氣勢 是我認識一個我的夥伴 他是YouTuber 他在做我的樣子 嗯哼 他就跟我說 那我們為什麼不來做線上課程 嗯 你一個人要跑那麼多地方 然後喉嚨都壞掉了 講那麼多課 我們把它錄成影片 他就可以被重複觀看了 嗯哼 所以我們就開始做了線上課程 然後那也算是一個突破點 就是欸發現真的很多人有這個需求 很多人想學很多人想做 嗯哼 然後也才有我們後來成立公司的想法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他的盤 他的盤是一個這種標準一定會去創業的盤 然後是很有自信的盤 可是我覺得不論如何 在他這麼年輕的情況之下 你一定也有一些疑惑 有一些 嗯不知道該怎麼辦的事 我們等一下來聊聊啊 你怎麼去突破這種心理的障礙 總共遇到了三個困境 三個困境 第一個是最一開始 沒有人認識我的時候 我要怎麼讓人家指導我接受 甚至信任我 才願意付錢給我 中間一定有斷糧的時候對不對 一定會斷糧的啊 對啊 那你怎麼沒有想說 那怎麼辦 我還是回去上班好 曾經有這樣想過 可是是我的媽媽告訴我說 你都已經坐到這裡了 要不要再參與一下下 我覺得一直告訴自己 再往前一下下就好了 果然那個一下下就出現了 我最想要放棄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新聞台打電話給我說 發現這個新興職業想要採訪 你知道你現在講的這一段啊 很像老高跟小莫很紅的那支影片 有沒有綠點撞到呢 所以我那一次的突破 就是在被新聞媒體採訪後 粉絲觀看數增加了 對 然後更多人知道內容 甚至很多人來詢問 終於有案子可以接了 終於快餓死了 那第二個難關呢 就是這些機會一直撞到 我把自己張得很大 所以綠點都會撞爛 也不知道怎麼取捨 我要開始去挑選說 我要做哪些事情才可以更有效益 那這個時候也是這樣 因為要再一個貴人 就是我後來的夥伴模樣子 他告訴我說 以現在的狀況 我們應該做什麼效益最大 他直接算給我聽 所以我們才會出現場課程 那第三個困難就是 好那我手上有這些能量 我該怎麼運用它 要不要創公司的那個抉擇點 都在這裡出現了 我可以自己一個人做得很好 就繼續做 反正吃得飽就好了 還是我要去寫一張更難的考卷 可是它卻可以讓這件事情 變得更大更好 經過了非常多個月的增加 因為我那時候會覺得 我沒有能力 我沒有自信可以去管公司創業 做一個領導的人 可是我決定 好我要把這張上天送給我的考卷 好好的寫完 一個人的生活狀態 可以看得出他心理狀態 絕對可以 整理東西的過程也可以 順便的去整理他的心情 因為環境跟心境 它絕對是相互相成的 對 環境很亂 你心就亂了 沒錯沒錯 那同樣的你心亂的話 它會反映在你的環境上面 那我自己會覺得 我們的整理送到服務 就是透過把環境打理好 進而去影響你的心理念 最後來聊聊說啊 你自己對於說這樣子行業啊 你有什麼看法 現在很多人想要 從事這樣的行業 那你會給他們什麼建議 我覺得隨著大家的生活品質越來越好 然後住的房間越來越小 對 我認為整理送到是一個家家戶戶都必備的東西 對 那尤其是物品是你每天都會經手的 你現在光看窗外 有那一棟大樓有幾個窗戶就代表幾個房間 對 那個其實都是我們 就是市場啊 對 那個其實就是市場 那我也知道有非常多的人 對於這個行業越越欲視 他可能不管是看到他的服務內容 他的工作性質 甚至是他可以帶來的影響力 你們自己有公司 然後會希望要有這樣的人 剛剛有講到嗎 我決定好好寫這張考卷 這張考卷的名字叫做 Re-Life 整理收納學院 也就是我跟我的夥伴 莫洋子和開的公司 主要是提供道府服務 然後我們也有課程 然後也有各式各樣的講座 可以讓對這個行業有興趣 或是你想要投入這個行業的人的話 我們都有管道提供給你 現在才致力於發展 其中兩個很特別的項目 也是我們接下來很想要推廣給大家的 第一個叫做無控板架服務 這個我超需要 這個人生大事 你可以砍掉窗戀 讓你的家就是從預設值開始啟動 那如果這個預設值一開始就是很棒的 就是很符合你使用的 那住起來你很舒服 所以我們幫你從舊家打包 把舊屋斷捨離 不要浪費搬運費在不要的東西上面 然後從間的搬運 到你新家開箱上架 所以我們有這樣一條龍的服務 第二個想要發展的則是 既然要搬家了 那你可能會做裝潢做櫃子 那如果一開始我給你的建議 告訴你櫃子要怎麼做的話 那是不是你住起來也會更舒服 對就是不會只是四面都給我櫃子 我就有地方放了 對很多人就是這樣 反正頂天立地櫃子做好做買 對沒錯沒錯 可是那個不見得是好用的手拿 你可能可以收進去就忘記了 對那我們希望也可以給你一些 我們你的建議 什麼樣子的命盤 可以在很年輕的時候 就會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幹嘛 你這樣的個性 其實就我們的學位上面來看 你這是標準創業新的盤 也就是標準很適合最後會變成老闆的盤 也就是說如果我不認識你 然後我單純看到你的盤 我就直接跟他講說 這個人這個時間他會創業 而且他會撐 你幾乎是教科書的等級 為什麼 對我們現在來看看 就算不是我的粉絲 你最近才剛加入的 你也會知道說 他命公在這邊 七薩作敏 對公只會天賦 這是七薩草斗哥 誰這張盤 郭台銘 有沒有 對對對 這張盤的組合很重要的是 天賦星要帶到陸村 但他的天賦沒有在子府這邊 他是在對公 行不行 也可以 但只是表示說 他可能創業跟起家的念頭跟時間會相對晚 所以也就表示說你並不是小時候 你就覺得你應該要創業 而是你必須等時間到了 好那什麼時間會到呢 你創業時間點應該在這個 就大概30歲前後左右 對就現在對不對 走進來這邊的時候 他剛好走柄 我們會發現他的財幅線 財幅線 財幅線表示什麼呢 你有沒有那個運勢 剛我們講的 你的運氣是不是到了 綠點是不是來了 剛好踩在這邊 這個陸存星 陸存叫什麼 陸存叫做 可以去增強你主星的一些特質 也就是說 七炸星是一個堅持的特質 但堅持有可能就是 我們可以折散固執 但是也有可能亂堅持有沒有 明明他就不適合然後亂做 也有可能 可是陸存星的存在會改善掉這件事情 也就是你會很清楚知道說 我堅持的這事情到底對還是不對 那會不會有效果 老天在這個時間點之後給你一個大的綠墊 讓你有貴人 讓你知道自己要幹嘛 然後讓你可以往前走 這邊是福德公 就是你賺錢的這種態度跟 有沒有這個運勢 這個是財伯公 財伯公叫什麼呢 財伯公剛好走回來是紫薇天府 紫薇天府最簡單的解釋就是 紫薇叫皇帝 這兩個都是皇帝 一個是皇帝一個是皇爺 皇帝要的是面子 王爺要的是勵志 所以紫薇天府 我們會解釋成 面子裡子都要 什麼叫做面子 面子不是人家的吹捧 而是你對你自己內心的至尊的要求 不是只有尊嚴 你還要賺到扣扣 你在堅持的過程中間 你會堅持希望你的理想要存在 也希望這個理想可以賺到錢 有是我的粉絲或是我的學生 就會知道說 疊工這件事有沒有 他的大限財伯公剛好疊在 本命的遷移工 他只要願意往外走 他就會碰到好的人幫忙 然後他會清楚的知道 要怎麼規劃整個過程 那個規劃過程是什麼 這顆是靈心 靈心叫做啊 你會很清楚的細緻的 知道要怎麼去走每一步 而且你會堅持住 但是要跑來跑去 從來開始的時候忙對不對 來來飛往 標準教科書的潘 他本身有這樣的條件 然後運線走到對的地方 那我們再來看他大線走柄 當然走柄的時候 這邊會有路存有羊 然後有陀螺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 工作上面的五曲性有課 陀螺放在那邊 剛開始的時候錢有點緊 但是這邊你會慢慢知道怎麼規劃開始賺到錢 而且對公有隻秦陽加火星 秦陽跟火星放在一起的時候 表示什麼呢 表示你可能努力一段時間之後 然後這一瞬間你就紅起來了 一瞬間你就覺得我看到成績了 但絕大多數人在這一段 古書上會告訴你 速發而速敗 就是因為絕大多數人在一瞬間起來之後 他不知道怎麼去承接這個運勢 但還好因為他有零星在 所以他會知道說 當我開始紅了之後 我要怎麼去規劃 開始把這些成果承接下來 而且不會斷掉 為什麼說是教科書的等級 就是你有天生有亮特質 當你走到時間對的點的時候 自然而然 綠點衝過來你就會發了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